民眾搭高雄捷運抵達衛武營站 通過地下連通道六號出口 不用經過大馬路 就可以直接抵達展場 方便又快速 但現在去傳出地下通道八十米 每年維護管理費用 由高捷捷運取衛武營三方評分 但費用疑似 橋不攏 通道可能要封閉嗎 會啊 會不方便 因為這樣帶小朋友過馬路比較危險 因為我們有小朋友的時候就很麻煩 所以變成說你這個人群 你在進來或者是擅長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根據媒體報導 衛武營高層認為 高捷捷運舉衛武營三方年維管費用 一百二十萬要漲到一百七十二萬元 一口氣大漲百分之四十 衛武營高層寧可封通道 也不願意當冤大頭 也沒有這個事情 那確實這案也是在討論中 民眾的安全為主 衛武營三期沒有要封連通道 高捷也出面表示 費用都是三方分攤 還在討論階段 從頭到尾就不可能會有所謂 封閉聯絡通道的這一個事情 高捷公司基於合約的精神 高捷公司可以主張有所調整 專用通道維護費 衛武營高捷強調絕對不會封閉 至於漲價費用會取得平衡 不讓民眾交通權益送損 其實財務營王書宏高雄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